新闻事件法眼观察 法律案件深度解读 川普法治理念解答法律难题 请听个案说法 大家好 感谢收听个案说法 我是方红 今天呢 我们跟大家来关注 协助亲人安乐死或缓刑案件 最近啊 因长期遭受一线癌折磨 台湾著名体育主播傅达仁 不堪病痛去瑞士执行了安乐死 离世前的最后画面 在网络上广受关注 而之所以这些视频得到公开 也都是因为傅达仁想要推动 在亚洲境内安乐死合法的可行性 因为安乐死在很多国家 都是法律不认可的 所以傅达仁去了瑞士 被执行了安乐死 大概很多人都能够体谅 被长期无望的病痛折磨以后 一些患者特别希望能够一死了之 随之而来的问题是 傅达仁为什么要费尽周折 选择去瑞士安乐死 难道他不能自杀吗 其实解决的办法并没有那么简单 就在咱们大陆浙江台州冷女士同意 因为不堪病痛选择自杀 她的丈夫大女婿和大女儿 却被判处故意杀人罪获行 因为生前患有系统性的红斑狼疮等多种疾病 进行了大剂量寄宿治疗的浙江台州女子 冷猛体重暴增 骨质疏松 又由于意外摔断了腿 只能卧床 生活长期不能自理 逐渐产生了厌世情绪 多次要求大女婿帮忙购买自杀所用的老鼠药 后来当着丈夫大女儿大女婿的面 她将老鼠药服下 三人跪在床前痛哭 却没有采取阻拦或救助措施 2018年5月因为涉嫌故意杀人罪 冷猛的丈夫大女婿和大女儿 在台州市路桥区人民法院受审 2018年6月1号 法院做出了一审判决 冷猛的丈夫大女婿被判处了 有期徒刑三年 缓刑五年 大女儿被判处有期徒刑两年 缓刑三年 那么在这些案件当中 明明是冷猛自己要寻求自杀 为什么他的丈夫大女儿和女婿 却要因此获刑呢 安乐死在很多国家 尤其是在我们中国 为什么至今不予认可呢 就是相关的法律问题 今天呢 我们就邀请云南瑞幸律师事务所主任 杨检律师和我们一起来聊一下 杨律师你好 主持人好 这个安乐死是涉及到生命 一个非常重大的一个话题 人呢 非常关注的是生命和死亡 很多时候我们很难去面对死亡 更难去选择死亡 安乐死实际上是对死亡的一个选择 前个周日 我带着老婆和孩子去了龙大 到了那个女生宿舍楼前 我流泪了 我哭了 我老婆就问我 你为什么哭啊 我孩子也抬起来说 老爸 你怎么流泪了 哭了 女生宿舍楼旁边就是男生宿舍楼 我有个很好的高中的同学 当年她是考上龙大 然后我经常去找她玩 我们都是很好的朋友 在高中的时候 我们就处得非常好的 她非常的善良 非常好 然后工作以后 她去到政府的机关里边 当了一名干部 她是个很好的人 她在扶贫的时候 她会花自己的钱啊 去为那些贫穷的百姓孩子买东西啊 甚至自己到前间的地头帮人家干活 但是就在过年的前几天 她在伏病工作的办公室里面 出发了一些 昏迷不行 马上就送到了重症颠覆室啊 昏迷不行啊 第一天的时候 她还会流泪 眼珠都动不了 但是她会流泪 但是从第二天第三天开始 一直一个月 全靠呼吸机 在维持她的生命 她的爱人就说 杨哥这个怎么办呀 那我怎么能够给她选择呢 生命是延续还是结束 我没有办法去选择啊 她说医生说了 即使这样治疗也没有任何意义 她老婆说 她去摸着她的手还是温暖的 温暖的呀 也就是她是活的呀 但是医生说她老已经死亡了 每天是一万块钱的医药费 对他们来讲经济上也有压力 但是她的爱人是深深的爱着她 哪怕倾家荡产 哪怕是卖肾 她也愿意继续维持她的生命 问题是还有意义吗 咨询了很多医学的专家以后 就决定把她带回家来了 喝一就死了 当一个生命没有办法用现代医学去治疗的时候 我们该怎样去选择她 如何选择是好的 如果她还有意识的话 她能不能自我选择 人对生命应该有自己的决定的权利 那么这就涉及了一个 我们以什么样的方式来结束自己的生命 也就是死亡的话题 对 其实您说的这个事情特别像我姑姑 我姑姑去年也是发生了这个情况 就是当时是整个器官全部衰竭 那么在医院实际上她也失去了意识 就是只靠着输液这样来维持 确实医生也说 如果你不输养不输液 人就会马上就走了 但是作为儿女她又不愿意选择让自己的母亲就这样离开 但是对于病人来说 其实她还是挺痛苦的 因为嘴角不断在流血 其实是一个非常痛苦的过程 这个时候她自己不能选择 那么其实这也涉及到今天讨论的这个问题 就是我们作为家属最终选择了 把她这个所有的治疗都给撤下来 让她自己自然死去 那么这又算不算是故意杀人呢 就跟我们今天的这个案子当中 作为冷女士的儿女 纵容她去自杀 为什么就被判了故意杀人罪呢 法官在判决这个案子的时候 它是一个充满智慧的判决 也就是当现行法律和我们的道德伦理 和我们的个体生命的需求之间产生冲突 如何智慧的来解决这样的问题 在这个案件中 它首先是免疫系统已经崩溃了 这种病是现代医学没有办法去治疗的 而病人又承受极大的痛苦 我觉得它符合安乐福的条件 那问题在于我们的法律和这样的生命需求之间 发生了一个冲突和矛盾 那法官判处他 鬼杀人罪成立 他确实也是按照法 现行法律规定是成立的 但是他又判了他判刑 实际上法官的内心有非常高尚的对生命的怜悯 对生命的爱才会有这样的判决 他巧妙的化解了这个问题 比如说 冷女士 她身犯决阵 她没有办法忍受痛苦 她安乐死是最好的选择 问题是 这标准谁来定 第二 这标准谁来裁判 第三 谁来执行 他就面临这样的问题 跟我同学最后放弃治疗 同的道理 他应不应该死 怎样死才有尊严 这谁来判断 标准谁来定 最后谁来执行的问题 法律上呢 要剥夺他人的生命 虽然她是母亲 心患绝症 特别痛苦了 要剥夺她的生命 任何人都没有权利 这是她神圣的权利 但是冷女士 她是自己服药的 别人也没有强迫她 或者是 你协助了她 你帮助了她 就是买 帮她买老鼠药 你帮她买老鼠药 促成了她自杀 那也是不可以的 你明知他人要自杀 你积极地促成 那就是故意杀人 只是故意杀人的情节的 轻重而已 那么在这个里面 就是说当法律 没有允许这样做的情况下 那只能按照法律的规则去做 你协助他人自杀 就是故意杀人 这是法律上有很明确的 一个规定的 如果是冷女士 自己准备的老鼠药 她自己服下 然后亲属是在周围看 就是在观看 没有阻止 这样也会构成犯罪吗 这就是一个非常艰难的 一个判断的问题 那么你是否具有救助义务 如果有救助义务 看着别人自杀 而且造成非常严重的死亡后果 来说承担相应的责任 当然要看你的这种救助义务 达到什么样的程度 跟履行到什么样的程度 这种救助义务怎么说呢 比如说有一个歹头 在抢另外一个人 假如我们普通的民众去围观 我们是没有这种救助的义务 去阻止这种犯罪发生的 但如果是一个警察站在旁边 如果他不做 他是构成犯罪的 所以我们就要具体来看 在他周围围观 看见这一幕非常残忍的发生的时候 是否具有救助的义务 当然我们不能把普通的救助义务 上升到法律层面的法定义务 而可以行则 因为刑法具有迁疑性 所谓迁疑性就是说 当我们所有的办法 不能去解决这样的问题 只有靠刑法解决 我们才用刑法来解决 所以这是刑法的迁疑性 也并不是说 只要是普通义务 我们就上升到法定义务的问题 那么也就是作为家人 是没有这样的法律义务的 那么也回到刚才您举的 您同学的这个案件 我们很多人也都面临 这种家人离去 然后他自己又没有意识 表达的意识 来决定自己的生死 那么这个时候 如果家人放弃治疗的话 他就会面临立即死亡 那么这种家人的 这种放弃治疗的行为 跟犯罪应该是没有关系的 所以这个就涉及到两个层面 一个叫消极的安乐死 一个叫积极的安乐死 比如说您前面举了个例子 这种叫积极的死亡 就是促成他 努力促成他 导致他死亡了 第二种是消极的 我放弃治疗 他就死亡了 那么放弃治疗 以色要看这个救助的医务 通常情况下讲 我们从人心来讲 不管是刑法 还是我们普通人 都是从善良的角度 去考量这样的问题 那么在医学上 已经判断 没有任何治疗的可能性 他极端的痛苦 放弃治疗 其实是一种好的办法 也是不得以而为之的一个办法 也是最好的一个办法 但是给生者带来 无穷无尽的悲痛 连我自己都哭了好几场 还有一种情况 就是您举的 您亲戚的这个案子 其实痔疗 他跟这个医学上 没有办法治又不一样 痔疗是完全可以医治的 但是就是因为没有医治 然后导致他死亡 比如说那现实生活当中 一些未成年人 或者一些老年人 如果他的家人就 明明是可以医治的病 但是就放弃给他医治 那这种构成犯罪吗 这种是构成犯罪的 因为家人之间 有相互帮助 抚养 抚养 赡养的法庭义务 那么有饭不给吃 有衣不给穿 有病不给治 它是一个虐待的行为 导致人死亡 它肯定是构成犯罪的 我们需要去赡养老年 不仅是法律上的义务 也是道德上的义务 如果不这样做的话 它是情节严重的 是构成犯罪的 所以道德上也是谴责他 那这种犯罪可能就不是故意杀人了 有可能是虐待 虐待罪 虐待罪 所以安乐死的问题 就包括我们的听友 也经常的咨询说 为什么我们国家没有实行安乐死 其实这个真的不是像想象那么简单的 能不能够在咱们国家实行安乐死 这个不仅仅是立法的问题 确实也是医学社会各方面的问题 达到了一定的条件 可能才会设立这样一个制度 我个人认为 安乐死以后一定会在全世界 很多国家立法来实施安乐死 为什么呢 对我们人来讲 我们需要高质量的生活 幸福的生活 同样我们需要高质量的死亡 幸福的死亡 只要我们有正确的认识 我们每个人都愿意去选择 更快乐的幸福的死亡 作为一名刑事辩护律师 我们经常会对死亡 有些思考 刚才方记者提到的安乐死的问题 我个人觉得 我们是有信心 有能力去解决这样的问题的 为什么呢 你看每年啊 我们中国的这个司法机关 会判处不少的人的死刑 这些人啊 他有健康的 有不健康的 更多的是健康的生命 我们要终结他的生命 要让这样的罪犯永远的消失在这个世界上 那么我们靠的是什么呢 靠的是一个是正当的程序 一个是正当的程序 完备的程序 也就是行事数据的程序 第二个呢 我们有执行死刑的程序 我们能够有能力 有办法 有智慧 让一个健康的生命 一个罪犯消失在这个世界上 那么同样 我们人类来讲 已有能力 有智慧 有方法去让一个身患绝症 非常痛苦 病人 没有办法承受这种痛苦 极端痛苦的情况下 以一种 幸福的 安乐的 快乐的方式 死亡 结束自己的生命 离开这个世界 我想这一定是有办法的 未来一定会更好的 我想呢 目前在很多国家 还没有对安乐死的合法化 进行立法的情况下 我们应该更重视临终关怀 像迎接新生命 翻开人生历程的第一页一样 送走和尚人生历程的最后一页 划上一个完美的句号 也同样非常重要 好 在这里再一次感谢 云南瑞幸律师事务所 主任杨简律师 欢迎大家通过 关注个案说法 微信公众号 获取我们本期 以及往期经典案例的解读 礼拜 您有法律问题想咨询 也欢迎您 添加 15974827467 15974827467 这部电话号码的微信号 向我们进行咨询 给大家解答法律问题的 都是我们邀请到的节目嘉宾 他们都非常的专业 资深和负责任 感谢您的收听 我们下期节目再见